滩山同性公园内的体建设施区域 由于使用率高且年久失修 地平部分产生塌陷不平状况 造成有些年长者经过时不慎跌倒 当地同性里长詹明德便请托市议员赖秋妹协助争取改善 地垫因为年久失修了 那下雨的时候整个会非常的滑 然后你看它的地垫整个是凹凸不平 走几路来老人家都会跌倒 所以我们就拜托那个赖议员 赖秋妹议员来帮我们争取一些经费 来整个来改善 所有的地平地面都有出现坍塌 然后高地不平 那也有一些民众年纪长辈的 可能走路不小心会摔倒 那里长来跟秋妹提起建议 所以秋妹就特别争取了124万的经费 做整个地平的改善 来秋妹议员表示 为顾及民众的安全便争取124万元 将地平全面改善 并将老旧体建设施更换 工程师做约30天 为祈求工程顺利圆满 今14日举行动工仪式 邀请相亲共相胜举 还是有一部分的体建设施 比较老旧 我们也会把它予以更新 那这个工期大概是30天左右 所以这一段时间呢 我们也希望各位乡亲能够体谅 在做工程的期间 可能会打扰到大家 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赖秋妹议员表示 施工期间造成民众不便 也请乡亲见谅 期许完工后 提供给民众一个安全舒适的 运动休闲环境 记者胡宇轩泰山采访报道